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苦 或者是有一些烦恼 可是其实持平而论 其实蛮子的生活 她的家庭 她的婚姻 其实去除掉那些 破破折折 其实是很顺利的 其实我会觉得她的人生 等于说后来先生事业的成功 然后她一直在她的职场上面 也做得很好 然后小孩后来也都很好的发展 那我觉得其实以现在来讲 真的很容易就给她冠上一个 人生的那个胜利组这样 哥好 欢迎来到大爱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 加油 蛮子 今天我们请到编剧来上节目 欢迎梁明志 全球观众大家好 主持人好 说实在的 我们自己都有爸爸妈妈 怎么教育我们 在看别人的故事 会觉得说 爸爸妈妈好好 不然就说 爸爸妈妈怎么这样教育孩子 我想观众大概也会有这种体悟 看到蛮子师姐跟孩子在求学阶段的那个互动 其实会替她有点担心 你在访问的过程跟要编写这样子的一个 还原当时候的一个剧情的时候 对她的观察 对于教育 其实她的特质是 她一直喜欢让孩子去念明星学校 等于说明校等于说要 像以前那个时代 真的那个签户口是很长的 对 就为了要读某个学校 我不是在那个学区 我就要把户口签到那边去 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 因为以前那个时代确实是这样 对 然后小孩其实在那个时代 在国中那个时候 其实真的也蛮有自己的想法 在叛逆的时候 那其实那中间如果没处理好的话 那个冲突真的就会发生 其实她的心情我们是可以体会的 因为其实她可能 我觉得以同理心来讲 我会觉得是因为她自己求学的过程 中间有些挫折 那她会希望她的小孩可以更好 而且现在的经济环境又允许 让她把小孩给她更多的养分 更的条件 让她小孩可以得到一个 社会价值标准上面 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一个好的养成教育这样子 那其实小孩的想法不一定是这样 其实小孩读书真的是有一个开窍的过程 你在那几岁的时候 就是还没开窍 或是其实以前的那个教育方式 真的如果真的自己脑子里 没有想清楚的话 很可能就陷在一个 就是怎么读也读不好 每天一直读 然后补习干嘛的 可是可能功课 人家就是轻轻松松的 可能就都考得很好 人家都不晓得为什么 可是其实以前 没有教给小孩子是一个心态吧 其实你也写了 大概电视台还蛮多的 一定也离不开我们的这些师兄师姐们 跟孩子之间的一个相处 这个是每一个 每一个 必经的阶段 中间都要一段是亲子关系 所以对于亲子关系的这种真实事件 我想你应该从写剧本当中也体验很多 体验蛮多的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都会看到一些 跟小孩相处之间冲突的地方 那其实他自己 其实小孩也是他的功课 我们其实不希望去演 那个冲突的部分 而是学习的部分 懂 小孩在学习妈妈怎么爱他们 那妈妈也在学习 小孩要怎么对待他 我觉得做编剧的人是因为你可以 这样子融进好多好多人的故事 到你的生活当中 其实都是人真实发生的故事 也曾经都是因为这样子有什么样的 好的变化或是什么的 就很多人会想要跟你请教 你都会用什么样子的心情 好比说你在写真实人物故事跟过去 可能写一些杜转的故事的过程当中 你自己成长的是哪一些 我觉得比较不会去判断 等于说很快去说 你要怎样 你不要怎样 其实你要怎么选择都是一条路 就是你的心态要怎么稳定吧 去抓稳它 然后不要后悔 就是你做了什么选择 那你就把它做好 那就是你至少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 给人家的一些建议常常都是这样子 如果说人家要找我谈心 问我一些事情 我就觉得那你现在还要忍受这状态 那也是你现在还能忍受 然后你愿意忍受 等到你不想忍受的时候 你这个恶缘就断掉了 或者是怎样 那我其实会用一些比较活 或者是等于说了也没说的这种建议 去让他比较宽心一点吧 会有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会一而再再三的 会去觉得要写真实人物的故事 有什么样特殊的感动或原因吗 其实真实人生的故事 我觉得当然它的难度 就是在于你不能随便乱写 你不能想写什么 或者撒狗写就怎么撒 它其实人生一定有它很精彩的地方 然后它的冲突性 还有它的性格 它的价值在哪里 其实每个世界都说 我的故事好频繁 我们家是非常频繁的没什么好写的 可是一问起来 你都马上就会知道 他人生有什么点是一定要写的 那这些点串联起来 你就会知道这个人的性格 这就是性格特质的哪一部分 会造成他人生要必须经历哪些事情 然后跌过哪几次交 然后最后爬起来 然后最后成为别人的善知识 我觉得其实在这中间还获得蛮多乐趣 所以你还蛮喜欢在真实人物故事当中 去为他们写剧本 去帮他们把他们的人生整理 整理出一个道理出来 了解 了解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 我们这次啊 这个戏一开始的时候 宣传上面就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 说加油蛮子是一个轻喜剧 可是在怎么样子的一个喜剧的过程当中 要让观众可以感受到 每一个人的生活是有 干 苦 酸 甜 各种滋味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需要 有一点功力在里头 因为要嘛就写得很苦 要写苦可能也很不难 可是你要在挑战的苦当中 去跳出它那样子一个欢喜的气氛 我觉得这部分你要下一些功夫 我觉得这个戏因为 当然还是有经历一些生理识别 妈妈还有姐姐 等于一些事情的不顺遂 然后让她心里很苦 或者是有一些烦恼 可是其实持平而论 其实蛮子的生活 她的家庭 她的婚姻 其实去除掉那些破破折折 其实是很顺利的 其实我会觉得她的人生 等于说后来先生事业成功 然后她一直在她的职场上面 也做得很好 然后小孩后来也都很好的发展 那我觉得其实以现在来讲 真的很容易就给她灌上一个 人生的胜利组这样子 真的喔 你会这样认为 真的 一个外人来看这样子 其实会觉得她是一个胜利组 可是其实我们今天要看一个胜利组 她如何在她生活之中 如何翻滚 如何发生一些冲突 挣扎 然后可是这个东西又不会伤害到 让她整个家庭毁灭 或者是很翻覆的 很厉害 所以她中间必须有一些智慧 在中间发酵 然后还有人跟人之间的那个 那个冲突 她只营造了一个情境 那个然后不会造成伤害 所以说那个情境 当然我就可以把它写得轻松了 了解 了解 所以你如果不要看到那些小小的凹洞的话 她是平顺的 其实真的蛮紫世界 她一直讲她人生就是照着轨道 照着轨道走 一直走 其实她现在的她真的很坦然 回顾她过去的人生 她就觉得我就照着轨道走啊 遇到什么事情就是去面对 其实还没做慈祭之前 她对身边的人已经有那个慈祭精神 等于说她 我们当然是见苦之福 等于说她看到她旁边的对照族的时候 她人生的一些执着 她就突然就放下了 的确是 所以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私底下曾经跟蛮子师姐聊天 她有提到一个 讲这么多 她对自己的诠释叫做 这样子的一个鸡婆 其实是带给别人温暖的 她后续会在她的生活当中 用自己的能力 怎么样去关怀身旁的人 后续还有十几集的家友蛮子 等着你一一地去了解 蛮子 我们感恩你今天的分享 感恩 明天请继续收看大爱会课室 因为升上高中 然后真的功课很重 然后有些科目就是读不太起来 可是还是会尽力去读 了解 以前好像比较权威 没有什么沟通不沟通的 真的 妈妈说的这话 你也要读书 孩子就是要读书 不然你不读就做工好了 我是这样子了 真的也蛮 因为自己没有办法读书 我希望我儿女会读得最高 所以这个愿望 真的他们都到大学毕业 甚至海外留学都有 你没听到 你能读学书 你能读学书 可能你有读学书 你还会读学书 也讻学书